接下来 事关重要的一场比拼 即将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上演 这一场人机大战 人类的脑力选手 怎样抓住 这样一个机会 证明自己呢 成功的标配 经历M2017 有请下一位 挑挑的 人机大战第一局 王龙伟大 神功智能机器人小杜 战胜了毫无败忌的名人堂 顶尖高手王峰 小杜上出 第二局 他再次发力 与世界无敌的精英神童 孙一婷打平 定决 恭喜小杜 B B站平 而就在上周 王峰现场邀请意外出现在 观众集成的鬼才之眼 王玉恒 右站小杜 希望每个挺身而出 王玉恒表示 必须扛住压力 我来了 就不会输 而百度也正在针对这场比赛 对小杜进行极其的训练 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小杜都会全力 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但人类顶级微观便是选手 究竟又死谁手 升级大战开启第三次交锋 最强大脑开启核桃计划 黑夜中正在逃跑的三名抢劫犯 分别被摄像头捕捉到的三分动态模糊影像 选手与机器同时观察后 将这三名抢劫犯 从现场三十名嫌疑人中 找出正确率高者可胜 好 首先我们欢迎小杜再次出赞 舞员会第一次见到小杜吗 是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机器人 哎呀 可爱不可爱 可爱 你要不要跟他对对话 好哎 小杜你好 你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 我很满意 我已经用了逢荒之力了 你太可爱了 你跟我一起去游泳吗 宝宝不防水呢 会漏电 我们还是比一下脑力吧 脑力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用比 我知道我是最低的 我放弃 你的脑子也不发嘴 好 那么接下来问我们的老朋友小杜 您知道您今天要跟谁一起PK吗 当然知道 他是国民老公 鬼才之眼王玉恒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既然他提到了王玉恒 我们就有请美帝市人王空调 平能堂的选手 鬼才之眼王玉恒 王玉恒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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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欢迎玉恒 好 欢迎玉恒 哎呀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所以问一下小杜 你对我身边的这一位王玉恒 有了解吗 我看过水哥王玉恒所有比赛视频 他是神一样的对手 很期待和他对战 接下来很重要了 小杜 您跟王玉恒这场的对战 谁能够胜出 我也不知道 但我会努力的 站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鬼才之眼王玉恒 前面人际大战的过程和结果 你已经有所了解了吗 是 因为小杜发挥的特别好 然后第一场 赢了我们这个迷人堂 最优秀的选手之一王峰 不过我觉得 因为第一场的比赛的项目 并不是王峰最擅长 如果当时的对手 是我们后面的李威才谦的话 那也许我今天就不用来了 第二场比赛的难度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 所以我觉得第二场 小杜能跟孙一婷打平 我是很吃惊的 所以人机大战的进程和结果 实际上很多熟悟人的医疗 是 不过 江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刺激了 刺激 每一次我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时候 都是现在这种情况 但是只要我回到后面的座位 基本上我们也就回到了 统一旗宝线 哎呀 各位 这个项目从您的角度来看 难在哪 我觉得对两位都挺难的 人工智能在人脸识别上面 百度在国内是领先的 对 但是他们做的那些试题 或者是国际上有人脸识别的大赛 那大赛从来不比这么复杂的任务 哦 都是比的是照片是非常清晰的 能够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是静态的 而今天我们所有的面孔的识别 都是在动态黑暗的环境下面完成的 然后我们试试了三十个盖而下 所以他们瞎蒙的机会都变得非常的低 经常要做一个赛前的预测 我觉得他们的机会还是一半一半 恩党在霸占即将爆发之时 有没有一些际遇给到小洞 我们从最后两个赛的比赛的比赛的比赛 那既然小杜的爸爸已经表态了哦 小杜 你也表态 OK I will do my best 好 好 我们都知道鬼才之眼王玉恒 他还用他的能力帮助过警方破案 大家之前都还对他挑战观察五百二十杯水 记忆深刻 水它是没有形状没有颜色的 今天这个项目我想能够捕捉到的信息 多少会比水要更多一些 因此的话我相信水哥今天有足够的实力 不胜 好 我一本词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他刚才讲说我代替中国的最长大脑战队出战的时候 从来都是赢的 但今天你不是光代表中国最长大脑战队 你不光是代表名人堂的选手 你代替的是人类 旁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代表了目前在国内 甚至是国际上最顶尖的面孔识别方面的技术人 如果你能够战胜它 知名至少在这个方面 人工智能还需要再努力 祝你好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在网友们和小杜面前的屏幕上播放一段案件视频 里面呢 包括三个嫌疑犯逃走的影像 请各位呢 要睁大眼睛 仔细观察 然后在嫌疑犯当中呢 把他们找出来 解开 三名特派员接到紧急任务 区连也将三个装有脑力密钥模块的公文箱运送到最强大脑 而在运输途中 这三名特派员分别被某神秘组织的三名盗贼夺锁了公文箱 幸运的是 很快有人提供了这三名盗贼在夜幕下逃走的行迹 一辆行车记录仪拍摄到了一号盗贼逃窜影像 在一家店铺的高位监控中 发现了二号盗贼的逃窜影像 一名女生的手机无意间捕捉到了三号盗贼的逃窜影像 据推测 今晚这三名盗贼一定会来到最强大脑 利用这三块脑力密钥开启隐藏人类智慧的秘密盒子 因此最强大脑节目组发起了2017核道计划 特派对材质眼望日航和百度人工智能机器人小杜 共同辨认这三名盗贼 好 两位 听我口令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这么快的根本看不见啊 这个也太安的吧 我们清晰地看一张人脸的时候上面有轮廓有线条有各种各样的纹路 但在那种情况下面所有的细节都消失了 完全你看到就是一个模糊的人脸 主持人 我已观察完毕 哇 这么快 这一张机器的细节都没有达到很多数字 但是它们是细节的细节都没有达到很多人脸 但是它们是细节的细节都没有达到很多时间 他里面的那个劫匪都是戴了口罩 然后帽子 然后穿的衣服也都差不多 而且他的进口里过得速度非常快 所以会一闪而过 就很难去捕捉到什么细节 身高体重 就像我这种基本上是看不清的 好了 好 我会观察完毕 好 现在两位女生 已经观察完毕了 那么我们的警方呢 根据跑跑的嫌疑犯的影像 初步呢 已经把嫌疑犯锁定在30个嫌疑人中 那么接下来呢 这30个嫌疑人会被依次的带到指令区 进行信息采集 我们采集的信息会同步的发送到 小杜和王玉衡的闲视频上 供他们进行观察指令 两位选手呢 要将一号到三号 盗贼所对应的嫌疑人的编号 写在答题板上 正确率高的获胜 约合明白了吗 明白 小杜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现在 请将30位嫌疑人押送到指令区 水哥已经开始作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现在请王玉衡和小杜抓紧时间锁定目标嫌疑人 这拍照时间太长了 都担心王玉衡会忘掉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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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应该是在做最终的信任了 阿豪道贼是用高位视角的摄像机拍摄的 所以面孔在这个视频中间是会变形的 比如说一个方点的盗贼 可能拍出来是个尖点 而选手在作答的时候是用平视角观察嫌疑人 这会极大的误导我们选手的判断 和美药一套 再和美药一力感到该误导乎 &统策 和美药一体消炒 和美药一类 制作为 预充 创优独播剧场 与邦 和美药一画 嘄 好 暴装 , 难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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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